6、7月份花莲进入芒果的产季 花莲县政府佐西香工作以及玉西地区农会 5号上午是在县府的大礼堂 携手行销佐西香下雪芒果以及蜜雪芒果 除了是展示优质的品种 也展现了多项芒果甜点饮料 包含了包括县长的县长和在地的企业都大量订购 号召乡亲用行动来支持果农 品尝花莲芒果的好滋味 花莲佐西香近年种植下雪芒果 虽然比不上南高坪和台东的芒果历史悠久 但在灌溉水来自玉山没有任何污染的环境优势下 使得芒果品质非常好 今年芒果收成量目前来到约60万台金 5日上午花莲县府佐西香工所玉西地区农会 洗手行销佐西香6月7月的下雪及蜜雪芒果 吃我们的下雪让你身心舒畅 吃我们的蜜雪让你人生万丈光芒 下雪这个不是蜜雪啦这个品种喔 它种下去要三年才会开始生长 五六年以后才会开始 渐渐的收获会比较良好 那我们这里又要克服各种因素 等于像我们像李毕贤相长提到的 我们到第八年以后开始才渐入佳境 希望以后每年越来越好 最大的优势就是环境了 佐西那边大部分的我们水是直接从玉山上面滤下来的水 那里的环境也完全没有任何的污染 而且加上气候 其实这几年农友真的是很辛苦 因为你要想这个东西种下去 前面五六年是连收都没有收的 那你们可以从现场来看到 它的品质真的是没有话说 所以代表说我们在这里的品质绝对不会输他们 现场并展示芒果制作的各种甜品 玉西地区农会表示 结合金黄爱文和土芒果的下水芒果本名为金爱土 是由高手农改厂研发培育而成的品种 是台湾第一个拥有专属身份证的芒果品种 誉为芒果界的LV 花莲全县目前共有四个产销班在玉里和卓西 包含县县厂和在地企业都大量订购 用行动支持果农 邀请民众品尝花莲的剩下好滋味 记者长方言好女士报导